巴德你在干什么 你这是在打全都成全的脸呢 巴德诞生之初就存在了bug 现在依旧存在 它可以让门牙塔在三座水晶都存活之时 成为可攻击的目标 想要实现这一bug也非常简单 只要巴德在水晶重重的瞬间 让防御塔进入不可选取状态就行了 而其原理看上去好像也不复杂 水晶重生时向门牙塔传递信号 以改变它是否可攻击的状态 而巴德的大招让门牙塔进入了不可选取状态 就把这个改变信号也屏蔽了 所以它的状态就没有改变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全透 如果不让水晶传递信号 而是让防御塔一直持续的监测水晶状态 来调整自身的是否可被攻击 肯定会增加系统的负荷 这样来看它就非常合理 与此同时 风魔剑魂永恩也为联盟贡献了一个bug 众所周知 英雄在阵亡之后就不会存在碰撞体积 而在现版本 如果永恩在开翼的期间死亡 他的尸体就会存在碰撞体积 所以各位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追击的脚步 大动大风风印松动 英雄联盟国府疑似记住海克斯纪元 大家都开等于没人开 这下SZ冠军还不手拿把架 我们是 传军 bug疑似开挂事件远远远 官方也下场回应力挺bug 称其没有开脚本 本以为此事会就此结束 但官方的声明貌似引起了中度 相关视频评论区的各种挂歌 都在发游戏内脚本截图 有的还冲上了大师段位 且没有被封 更厉弗的是 居然有人开脚本直播 但仔细想想 这也合理 脚本的第一要素 就是避免系统的检测 不被发现的挂 才是好挂 有道理 在国府海克斯元年 大风老师和大动老师 因为开脚本被官方封号 但自始至终 俩人都没有承认过 而随着bug事件的发酵 大风大动的封印开始松动 先是大风老师发布动态 嘲讽联盟官方 根本没有见挂条件 觉得你开了 你就开了 觉得你没开 那你就没开 而当世界主角 变成了大主播 就开始装死 不过这条动态 也是被光速拿下 大风锐屏 这么心虚 其次就是大动老师 相信各位都刷到了 黑洞的直播 凭什么别人开了 就不用退网 我开了就得退 但自从大动老师被封 就出现了很多冒名选手 所以这个直播的黑洞 大概率是假的 但它的节目效果 是真的 bug回应鼠标跟随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 万中无一的天才呢 我就是那 万里挑一的天才 bug一次脚本事件 愈演愈烈 各大播主都在逐针 分析bug的直播录像 而他本人 在看到自己 跟随的鼠标后表示 人马一脚把我鼠标踹飞了 玩家们主要从三个方面 质疑bug开挂 首先是鼠标锁脚 就好像刚才被踹飞的指身 无论敌方英雄 是被击飞还是被击退 甚至是艾克的两级反转 bug的鼠标 总能稳稳的锁住 敌方英雄的脚 也就是模型的中心 一次大动老师同款 但bug表示 但凡是个主播就能做到 职业选手也能锁脚 各大主播也能锁脚 我不希望锁脚这个东西 能成为一个锤子 其次就是光速点眼 无论是打团 或者被敌方追击 只要有人查眼 bug就会以逆天的反应 光速点眼 具体的名场面有 小黑子男枪上路实现 而bug前一秒 还在看着黑粉脏兵 下一秒就突然切到 下路三角草 变了一个刚查下的眼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这波 bug在逃跑途中 由于缩眼 导致鼠标方向错误 反向闪现 由于说一 这波详细 都不好找角度 最后就是最离谱的 自动走位 明明硬扛 怒手杀害 也能越塔击杀 却因为走位 错失人头 连bug自己都蒙了 当一个bug 存在的时间够久 知道了玩家够多 他就不叫bug 大家都管他叫 在昨晚 EDG对战老干爹的 第一局比赛中 22分钟 双方展开激烈团战 老干爹急火大嘴 结果大嘴闪现过墙 极限换掉颅仙 注意 颅仙案虽然是残血 但也不至于被大嘴被动炸死 而在回报之中 可以清晰的看到 大嘴在被击杀后 处于被动状态时 偷A了颅仙案以下 从而让他进入了被动的斩杀线 大嘴偷A的bug 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S7像颅怪的版本就有了 大嘴玩家们也基本都知道 触发的几率 更是将近百分之百 拳头的解决方法 也是简单粗暴 让大嘴死亡进入被动时 攻击距离变为零 一是让玩家们 在被动状态下 点击地方英雄 会直奔英雄模型 不会卡在平A距离不动 二就是为了避免偷Abug 但零不是没有 当模型充电时 就可以A出一下 但只能有一下 像这样将攻击距离的操作 拳头早就玩过 在S4时期 上单牛头的玩法火爆峡谷 主要原因就是 当时牛头的数值还算可以 大招还能增加攻击力 而且W顶人之后 可以偷一下平A 纯纯的无伤消耗 可大嘴被动偷A不统 牛头的WA 使用频率太高 玩法太无赖 设计师就让牛头 使用达60 攻击距离变为-375 从而无法A人 另外降距离的还有三个 分别是卡纳 猴子 还有盖伦 主要就是为了让玩家们 在开技能时 更好的接近目标 而不是卡在平A距离不动 这都属于机智 至于大嘴偷A这个 设计师不休 也不说是机智 就往这100 你能用就用 我建议下个版本 给大嘴被动加一局 死亡后 仍可攻击123次 在1610一级改变 一个英雄能否上比赛 主要就看他的机制 以及当前版本的数值 那么纵观联盟所有比赛 五个位置上 最受选手亲爱的英雄 分别是谁呢 上单位置 当你需要位移 选他 当你需要AOE 选他 当你需要坦度 还选他 他就是在各大赛区 登场次数高达4800多次的 教练选手们 心中的万金油 拖墨屠夫 至于打野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盲僧 登场6600多场 无论版本怎么变险 都会有野王盲僧的一席之力 当然去上路不算 中单选手必修克 肯定就是发条球女等英雄 其中的发条 占中单最高登场次数 4400场 进可攻退可守 配合队友 还能打出爆发和控制衔接 还能在劣势局中 打出奇迹团 当你不知道玩什么中单的时候 选发条就对了 AD位置 是登场了6300场的伊德瑞尔 有着强大的位移 和强力的Hawk 无论是改版前后 都有着非常高的登场率 不过在大多数人眼中 却是一个混子AD 最后的辅助位置 登场次数最多的 肯定是辅助玩家们的信仰 拳斗心中的完美英雄 随时 大约7现场 作为一个辅助 拥有着堪称完美的机制 只要足够自信 在转斧AD斧 横行的今天 拿出来 也能轻松爆打对面 当年的打野卢仙 居然是因为 悠哉发现 韩元英赛克的工资 和自己一样 在2014年的 XCS联赛半决赛 KIN对战黄族的 第二局比赛中 黄族二楼 率先抢下卢仙 结果四楼的UZI 果断锁下维恩 当时的解说观众 都是一脸懵逼 对周在21分钟时 黄族选择了投降 人头比26比9 打野卢仙 0-5-4 下卢威恩 0-4-0 而就在最近 UZI所在的 EDD五元世界赛 知名教练克里斯 在直播中 团到了 打野卢仙事件的 来龙群脉 反正 那个时间点是24吧 已经进了世界赛了 不知道是谁 泄露了 INSEY的工资 给UZI知道 就是白信骗了 UZI本来说好的 UZI是全对最高工资的 不是 当然我们不是请韩员吗 请了J5 J5跟INSEY过来 其实INSEY的工资 是跟 UZI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5万块钱 就是14年到5万块钱 一个月很多了 然后 UZI就生气了 你知道吗 UZI就生气了 因为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这是你 这是欺骗的问题 反正就是 他那个时候心情不好 然后也听不进去 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一起在谎 然后我们就在聊 然后我那个时候 主要是稳定 他们的情绪 反正就是选书香 然后 他自己不想打 懂吗 选书香 他自己不想打 然后后面 他自己又选了个 又选了个 回忆书香 就丢给 丢给INSEY去了 懂吗 后面就是因为 出了这个事 然后UZI也发现 没必要 没必要生气 我们劝了很久了 没必要生气了 然后我们就 S4就好好打 擅自更改教练BP 不顾队友反对 应选达野 辅助Burial的游戏理解 到底有多强 在20年LCK下几赛 DWG对战Ginji的 生死居中 DWG四楼 选出了猪妹 解说们正在猜测 Burial会选 什么辅助的时候 原神哥突然亮了一首死歌 而事实上 这一首死歌 不仅让对手和解说 感到震惊 就连Burial的队友教练 都一脸懵逼 从赛后官方公布的 队内语音来看 在选出猪妹后 大家正在商讨 应该选什么辅助才好 此时Burial表示 选什么辅助 队伍都会缺少伤害 所以他打算用猪妹辅助 再给堪阳选一个野核 还没反应过来的堪阳 以及下路ADGhost表示 选巴德就对了 但原神哥说 我不管 我直接给你选死歌了 于是在倒计时结束的瞬间 Burial把辅助巴德 换成了野核死歌 这操作 给自家队友 和对面的尺利 都看懵了 如果这把输了 Burial将会受到 全队乃至全赛区的指责 好在事实证明 Burial的判断是正确的 堪阳死歌 也不负众望 以5-3-11的战绩 拿下NVP 而Burial的猪妹 发挥更是亮眼 拿到了1-0-11的豪华战绩